1938年秋,在河南省顾史县东南部,发生一场震惊中外的山地阻击战。 中国军人用誓死不退的军心,用血柔之躯筑起的城墙,与清华日军血战时日。 这场阻击战结束之后,日军从战场上运下来4000多具尸体,架其木柴,零汽油火化尸体。 但汽油是重要的军需品,尸体再多,日军不舍得一直用汽油,后来就只用木柴,为此砍光了附近山上的树,可还是不够。 日军又丧心病狂地柴毁了附近十几个村庄的房屋,收集木料,连桌椅板凳都没放过,全部收集回来,用于火化堆积如山的尸体。 而中国军人在一场阻击战中也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 中国军人的牺牲人数也是非常惨烈,也正因为中国军人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敢无畏的精神,振奋国人,更加坚定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这场阻击战就是著名的赴金山战役。 1938年8月28号的深夜,时任国民党第五战区代理司令的白崇熙收到一份加急电报。 看了这份电报,白崇熙眉头紧锁,一夜没合眼。 白崇熙是国民党军中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因为能谋善断,思虑缜密。 还有一个小诸葛的绰号,就连日本人都称他为战神,那是什么重要军情,让这位战神愁得受着教呢? 这份电报的发文是,8月28号,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小种一南第十支团攻克陆安,情况剪辑请速派援兵。 六安在大别山北路是武汉的一个重要门户,这个时候武汉会战,激战震撼,日军对武汉忽视眈眈。 而负责保卫武汉的第五战区代理司令白崇熙却出现了判断失误,他判断日军会在大别山南路与长江北岸之间的狭长地带作战,在与日本华中派遣军呼应,从背后包抄武汉。 所以白崇熙把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全部调到大别山的南路,防备日军从背后包抄,但日军并没有按白崇熙预判的套路抽牌,他们把主攻方向放在了防守薄弱的大别山北路。 在1938年8月底,日军从合肥出发,兵分两路,向大别山北路进发。 第一路的计划是经陆安、固史、黄川、罗山然后打下信仰,再从信仰沿平汉铁路南下,对武汉形成战略包围。 另一路则攻陷了护山,从商城南下横跨大别山到达马整,侧应沿江的日军进攻武汉。 孙子兵法有云,攻击不备,出其不意,不得不说狡猾的日军做到了这一点。 录完尸首就意味着武汉的防守已经非常被动,武汉已微如雷软,所以白重西接到电报的时候才会彻夜无眠。 另一边,率领日军第二军团攻下大别山北路的指挥官东九二公,也不是一般人。 他是日本赵和天皇的亲叔叔,是日本的皇叔,在军中地位显赫。 他率领的第二军团这次虽然领的是助攻任务,但攻势非常猛,而且作战方向集中。 最关键的是,他集中进攻的方向就是白重西的要害。 战况危急,白重西立刻通知了时任第三兵团司令官的孙廉仲。 这个时候孙廉仲的部队刚参加完徐州会战不久,部队大量警员, 因为之前预计日军的主攻方向在大别山南路,所以就把第三兵团安排在大别山的北路修正。 第三兵团的整体状态很差,正在整补队伍,不要说打硬仗,都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 但因为战局的变化,元气大上第三兵团,这是已经在这场战役的最前沿了。 不管能不能打,都要打。 而持有五成功力的第三兵团要面对的对手,却是日军军队中两个战斗力极强的师团,分别由狄州立兵和小种翼南帅领。 根据过去的战争经验,中国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一个师,在保证战术正确的情况下,才能与日军的一个联队达成平手。 日军这两个师团的总兵力超过十个联队,而孙廉仲手里只有七八个师能投入战斗, 战况可以说是敌众我寡,实力相差,非常悬殊。 在占领陆安之后,日军兵分两路,右路攻打罗山信仰,左路攻下叶家级,直扑大冰山峡口。 这个左路军是狄州立兵率领的第十三兵团,就是在南京大屠杀中最行最严重的师团,与中国居民有不共戴天的血丑。 狄州立兵这个时候也非常嚣张,他想攻破大冰山口,翻山抄近路,第一个攻入武汉,正一个投攻。 面对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孙廉仲心里没底,也慌了神,到底派谁遇敌呢? 想来想去,他选中一个人,就是宋西连。 宋西连自英国是黄埔一级毕业生,也是蒋介石最信任、最器重的黄埔系将领之一,所以让他担任七十一军的军长。 七十一军是少有的几个德线装备的部队之一,能打恶仗、打硬仗,先后参加过松湖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宋西连临危受命,带领着七十一军走上了阻击日军的最前线,将与狄州立兵代理的日军第十三兵团展开一场血战。 宋西连一到前线就带着手下几个师长查看地形,经过反复权衡,仔细挑选,最后把决战的地点定在了富金山。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富金山,宋西连在他的自传《鹰犬将军》中给出了如下理由。 富金山犹如善行,靠业家级很近,在公路难易,居高临下,可控制公路是一处良好的作战要地。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宋西连立即下令在富金山修筑阵地,建立防御攻势。 得知宋西连选定了富金山,孙连仲在地图上反复确认,也很赞同宋的选择。 还对他说,此地,地形极佳,不便于敌大规模展开。 耳部,如能在富金山顶住敌州师团十天,我给你报奖请功。 孙连仲是想鼓励宋西连,可这个时候,宋西连对于个人利益得失已经不在乎了, 因为他都不能确定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战场。 要在这种敌伍势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坚守十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一定要宋西连坚守十天呢? 因为如果要把日军拦截在大碧山北路,只靠故史商城这道防线阵线,是不够的, 还要再筑起第二、第三道防线。 这个时候,张子忠正带领部队火速赶往黄川,建立第二道防线。 胡宗南带领军队赶赴信仰,建立第三道防线。 所以,宋西连必须要在富金山撑上十天, 张子忠和胡宗南才有时间建起第二、第三道防线。 如果他顶不住,那他后面的军队就会沦为敌军的活靶子。 而他身后的军队如果失守,也就意味着武汉陷落。 所以,武汉能不能保得住,就看他宋西连能不能在富金山坚守十天。 宋西连把指挥部设在了距离富金山不到两公里远的一座寺庙里。 这座寺庙叫庙高寺,已有千年历史。 多次遭遇战火摧残,这次又将遭遇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洗礼。 宋西连之所以将指挥部设在庙高寺,是因为寺庙建在山顶, 而这里又是战场附近的制高点。 在这儿,他能俯瞰战场,根据战况联活应变。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富金山的战士们随时都能看到指挥部, 让战士们知道军长就在他身后,跟他们并肩作战。 可是,指挥部距离前线这么近,也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在敌军的火力范围之内, 这也彰显了宋西连坚守的决心。 根据富金山地形,宋西连做出了三面御敌的部署, 他将陈瑞和的36师部署在富金山的正面,将88师部署在右翼, 将前来支援的51军114师部署在左翼, 以这样的阵势拉开决战的序幕。 1938年9月1号,敌州立兵带领部队到达富金山, 在确定绕不过去只能正面强攻之后, 敌州就派出一支小谷部队,发起试探性进攻。 这支小谷部队经过一番激战,攻下了山下的一处矮口, 然后沿路一字长蛇摆开山炮, 对着山上的攻势发起猛烈的炮火攻势, 富金山上顿时硝烟弥漫,吐石横飞。 一轮炮火过后,日军冲上了山, 而36师的士兵非常克制,一直等着, 等到日军跟他们的距离只有50米左右的时候, 才开始还击。 捷克式轻机枪的子弹如雨点一般落下, 同时伴随着密集的手榴弹。 日军从山下排上来,已经挺累的了, 一路上又遇到了攻击,多少有一点松懈。 在这么近的距离遭遇打击, 想还击都来不及,只能扔下几百具尸体, 慌忙,退下山。 之后的两天,日军的26旅团对36师的阵地展开猛攻, 但始终没办法突破大峡口, 反而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 正盼着征头弓的迪州立兵对战况非常不满, 又增掉一个连队参战。 复金山一带的日军增加到近万人, 但即便这样,日军依然寸步难行, 被中国守军死死压制在复金山下。 迪州立兵看久攻不下, 也顾不上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了, 搬来飞机驻战。 24架日本战机从9月4号开始, 对故事宣称,复金山一带连续轰炸四天。 同时,日军也得知了宋西连指挥部所在地, 派出飞机对妙高寺猛烈轰炸。 在连续不断的轰炸中, 这座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寺院几乎被夷为平地, 只剩下一座山门屹立不倒。 附近山上三十六师修筑的攻势也被轰炸摧毁殆尽, 山上找不到一寸完整的土地, 被炸出了一层半尺厚的虚土。 战士们只能踏着这半尺深的虚土利用炮弹坑, 甚至是战友们的尸体作为掩护继续战斗。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三十六师的伤亡极大, 师长陈瑞和不忍心再看手下的兄弟心生, 向宋西连提出要求想要撤下附近山, 除非给他派兵增援, 不派兵他就撤。 宋西连很能理解陈瑞和的心情, 可他现在手上已经没有兵了, 能打仗的人都在前线上了, 所以宋西连对陈瑞和说, 没有兵, 但战地一定要守住, 我们这个军要站着就不能趴下。 虽然代价惨重, 但附近山的任地却一直在中国军队手里, 而这时已经是9月7号, 狄州立兵承受极大压力, 此时他对第一个到武汉征头工已经不抱幻想, 再这样下去, 他连上级安排的既定任务都完不成。 所以, 他又向战场赠兵四个大队, 这样一来, 围攻附近山的日军总兵力已经接近两万人了。 对面进攻接连受挫敌州立兵调整策略, 转移进攻方向, 把目标放在了附近山防御阵地的左翼, 也就是51军的114师。 日军不光改变了进攻目标, 在进攻的时候还用了阴招放了毒气, 日军有一种无耻又凶残的战法, 毒气加白刃。 就是先向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投放催泪瓦斯, 中毒的战士头晕恶心睁不开眼, 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这个时候日军再端着刺刀冲上来, 攻击已经失去了战斗力的中国军员。 这一次日军仍然如法炮制, 先向114师的阵地上投掷大量催泪瓦斯, 之后端着刺刀冲了上来。 可这次的结果却与以往不同, 114师的战士呐喊着从战壕里冲了出来, 一下杀了日军一个, 措手不及。 日军一向屡是不爽的毒气弹, 这次为什么失效了呢? 114师的师长是牟中恒, 他前几天带领部队在陆安与日军作战的时候, 刚吃过这个亏, 丢了一整个牌的兄弟。 所以这次他早就有了防备, 在这场仗开打的时候就下了命令, 让每个班都准备一桶清水, 每个战士准备一条毛巾一杯不醋。 所以日军一放催泪瓦斯, 114师的战士就用湿毛巾遮住了口鼻, 很大程度的降低了伤害。 这一场白刃战虽然惨烈, 但双方都是势军力敌, 日军并没有占到便宜。 眼看攻击侧椅也没见效, 敌州立兵再次调整战术, 派前来支援的第33旅团长赖古奇, 带领第10连队从故事线出发, 趁夜色南下偷袭浮金山以西的五妙集, 从浮金山的后侧打开缺口。 日军这个战位意图是严格保密的, 但还是被中国军队察觉, 熊西连当机立断, 将预备队88师的五二三团 紧急调到二口堂射服。 这里是日军进攻五妙集的必经之路, 但五二三团晚上便没有等到赖古奇和他的第10连队。 因为赖古奇在之前的台尔装会战中 曾经被中国军队痛击, 落下了心理阴影, 所以他没敢夜戏, 而是等待黎明。 天蒙蒙亮的时候, 才带领部队经过澳口堂。 第10连队的先头部队一进入伏击圈, 就遭到五二三团的猛烈攻击, 转瞬间就死伤四五百人, 吓得赖古奇马上面领部队撤退, 他手下的连队长毛利莫广苦劝赖古奇不要撤退, 留下来坚持作战, 但赖古奇的心态已经崩了, 谁劝都不行, 执意撤退, 回到了故事先。 9月8号, 日军的后续部队第16师团已进入陆安以西, 敌中立兵没有了后顾之忧, 因此调动13师团的全部主力猛攻附金山, 这是开战以来, 附金山守军遭受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冲击。 年日的战斗, 守军简于严重, 面对这次冲击, 多处攻势都被日军攻破, 有一半的阵地已落入日军之手。 到8月9号, 阵地上的36师把还能开枪的商员都算上, 也只剩1000多人。 这场主机战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 附金山随时都可能失手。 面对这样的局面, 宋希莲亲自上了阵地, 告诉陈瑞和, 36师要永远站着, 绝不能趴下。 狠狠地打, 力兄们才能死而无憾。 36师在阵地上的战士都是身经百战, 九死一生的, 而且亲眼看到了山河破碎, 所以没有一个人贪生八死, 都情愿于阵地攻存亡。 而另一面, 狄州立兵的第十三师团虽然攻势猛烈, 但在36师顽强抵抗下, 已经伤亡过半了。 从9月9号到10号, 日军昼夜不停, 猛攻不止, 36师的战士以超凡的意志和勇气, 一次次挫败日军的进攻。 但这时的日军采用人海战术, 不惜伤亡的不停冲锋, 以此来消耗赴金山上的守军。 战至11日凌晨, 日军的十三师团再次尽全力发起满攻, 达到上午9点, 日军在赴金山与石门口的战线结合部, 撕开一个口子, 冲了进来。 而山上的36师, 这时几乎淡尽粮, 师长陈瑞和指挥着战士们, 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杀伤震天, 血染焦土, 战况极其惨烈。 可是即便中国军人誓死如归, 奋勇杀敌, 但实地差距过于悬殊, 主阵地相继丢失。 达到下午4点, 中国守军只剩下赴金山, 主峰至高点上的最后一个阵地, 而36师也只剩下800多个战士。 但即便这样, 陈瑞和仍然组织最后一次强烈的反击, 给日军造成极大杀伤。 到这时, 36师已经在赴金山上坚守了10天, 出色的完成任务, 熊西连指挥61师从附金山右翼发起反击, 抢占800高地至妙高色一线, 掩护36师的残部撤下了附金山。 望着已经成为焦土的附金山阵地, 熊西连流着眼泪, 下令部队撤出战场。 1938年9月14号, 蒋介石电告全国各地军队称, 宋军陈时之撞击, 已获得超出之代价, 尤其精神。 足使敌确认为我军越战越强, 抗战精神历久弥增, 号召前线将士发扬36师精神, 杀敌爆火。 而日军方面对这场战争的评价是, 此战为开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激战。 在这场战役中, 中国军队伤亡15000人, 日军伤亡约1万人, 阵亡4000多人。 这一战, 既为后方构筑第二第三道防线赢得充足时间, 也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经过这一战, 36师也从1万多人, 锐剑到今生800余人, 为德士师写下了最后, 也是最辉煌的一笔。 战士们的枪口都对准了侵略军, 战士们的子弹都打击了侵略军的身体, 战士们的生命都牺牲在了 与侵略军平少的战场上, 阴魂永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